帶大家去福田的寶藏潮州菜 豪華靚裝修 吃了這麼多道菜之後 最推介大家吃生煙賴療蝦 還有這裡著名的燒雞 其他的潮州特色菜都很不錯 你們會滿意的餐廳 請大家看片之前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叫做K4嘉楠 今天我們要去福田的森葉上城 最方便是由福田口岸叫車過來 只需13至19元左右 也可以乘地鐵10號線去到東瓜嶺站下車 下車之後要走14分鐘左右 所以我最推介都是直接叫車過來 可以點到點都是十多元 大家看到門口是超級多的士 這個商場你猜不到這麼多香港人 人流這麼多這麼多 雖然它不是一個地鐵直達的商場 但去這裡是非常多人來的 因為這裡的餐廳質素都很不錯 亦都有很多商店 適合一家大小去走 我們今天吃的餐廳 善狗爺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u 今天來到森葉上城的善狗爺 嘗嘗這裏的潮州菜 這間很明顯是很高級的餐廳 因為它起碼開在商場裏 跟我們之前介紹的小店不同 我真的想嘗嘗生煙 因為有時在小店 我就不太敢吃生煙 但之前也試過吃一些生煙蝦 生煙蟹 我主要是覺得很鹹 看看這裡會不會有不同 因為經常聽人說我吃生煙很鮮甜 我真的想嘗嘗 另外我看到它有那哥魚丸 記不記得之前在荷花街市 我們去買那哥魚丸 那時覺得很新奇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試一下餐廳做一些正宗的那哥魚丸 看看又是甚麼味道 因為那次在街市買的那些 我就覺得裡面有很多那些骨碎 很多碎骨的 應該餐廳不會了 還有這個善狗爺 其實最有名是吃燒雞 一定要點它招牌的燒雞 今天特地邀請了兩位很漂亮的朋友 一起陪我來吃 他們兩姐妹都很漂亮 看看能不能拍到給大家看 我來的時候是平一的中午 坐下都不夠十多分鐘 差不多全場已經坐滿了 可能是一個放吃飯的時間 很多寫字樓、打工仔 他們都來這裡吃飯 我見到差不多台台都會點這個燒黃魚 他加了一個超大的油炸鬼 在你面前逐點逐點剪下去 他很細心問你想要闊一點 還是短一點 我偷影旁邊給大家看看 因為我今天沒有叫這道菜 應該挺好吃 所以本地人每個人都叫 我今天選了一道燒雞 因為這道燒雞是招牌菜 說皮脆肉嫩 說皮很薄 然後肉是超滑的 一會兒會一會去 另外生煙 這裡也有很多Youtuber來了 已經跟我說 這道生煙可以的 我試生煙賴尿蝦 我們今天三位用餐 點了六個菜 兩個湯 三杯飲品 差不多 最後全部吃完 因為每一樣不太多 好像生蠔一樣 我們叫了兩隻 坐下時適應就跟我說 這個水煮花生 你可以一邊吃一邊等菜 但我一直都沒有吃 因為我想一次過等菜 然後拍大合照 他也跟我說了很多次 你吃吧 很好吃的 首先說了我這間餐廳 吃完之後 最推介 真是這個生煙賴尿蝦 平時我們是不吃生煙的 我們三個都 因為我們之前去韓國吃過 那些醬油蝦蟹 都覺得很鹹 有些潮州的生煙 又好像酸酸的 縮縮的 那這裡 完全是鮮甜 真是上癮 我們吃完一塊之後 三個人是腸 連頭都被我們吃光 真的很好吃 69元 還有這裡 是一間很乾淨的大餐廳 你可以很放心享用 在這裡吃潮州生煙 點這個菜 會顛覆你對生煙的看法 你看看他們兩姐妹不斷吃的生煙 這裡第二推介 就是燒雞 先不要說吃 未吃之前 它有一個醬汁給你 它說是原醬汁的雞汁 一直燒的時候 它就煮雞汁給你 點回去吃 另外 這個腩子很美 我覺得這個擺盤已經很美 未吃之前 大家其實都看到 皮薄得差點爆開 但又沒有爆開 是皮脆肉嫩 是Juicy的 我吃了一隻鼻 是超滑 這個是推介大家吃 可以試一下 燒雞 因為深圳我經常覺得 它煮雞通常會很硬 很有彈力那種 它這一種 是適合香港人口味 真是嫩滑的燒雞 第三位 我給它是那哥魚丸 裡面一些雜質都沒有 真是很滑 而且是爽口 又不是彈牙 總沒有那麼誇張 是很爽 而且它是沒有什麼雜質 好吃的 加上那個菜 沾了一些湯 其實這個湯也不錯 我覺得 還有我們三個都覺得 吃起來像麥魚丸 不知道為什麼 它其實是魚蛋 但有些麥魚丸的口感 好吃的 這間餐廳 也是父母一定會喜愛的餐廳 坐得舒舒服服 又有氣派 但又不是很貴 那些菜式 都是叫做精緻的 我也覺得 就好像現在介紹這個 金湯雜糧石榴球 這個媽媽一定會歡喜 我原本以為 會不會裡面是豬肉 包著像一顆燒賣 誰知道吃起來是有驚喜的 吃起來裡面全部都是一些 有咬口爽口的東西 這些全部都是老人家很喜歡的口感 好像吃月餅 我們喜歡吃雙黃白蓮蓉 但老人家喜歡吃五人的 五人月餅 所以這塊東西 父母是很適合吃的 如果你帶父母來 點這個菜 今天也很開心 這頓飯 有兩姐妹陪我吃 我們三個女生一起吃 很開心 這樣試一下 那樣試一下 叫了兩個燉湯 一個就是鮑魚青橄欖的湯 另一個就是軟黏陳皮烏雞湯 我們都有不同的想法 我喜歡這個燉鮑魚湯 因為那個橄欖喝起來不濃 喝起來挺潤喉 而且聽到止咳 我覺得很棒 我對喉嚨好 因為之前喝的橄欖湯 其實很難喝 好像一個沐浴露味 但這個是沒有的 我覺得我喜歡喝這個 但我朋友呢 他喜歡喝烏雞湯 我問他為什麼 他就說 因為喜歡那個陳皮味 其實他沒有看過菜單名 他講完之後 我回來剪接的時候 看回菜單名 他講中了 真是叫做陳皮烏雞湯 真是闖陳皮味 所以你喜歡這個味道的話 你喜歡烏雞湯多一點 那我就喜歡鮑魚湯多一點 如果你一家人 就像我們一樣 每個人叫一個 嘗一下 燉湯 抵到難 在深圳喝燉湯 整隻鮑魚 另外吃潮州菜 很少有一些熱辣辣的菜 經常給我感覺 但這裡全部都是熱辣辣的 出了煙 大家看到 還有生蠔也是熱辣辣的 真是很大隻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 剛巧抽中壯菜 一隻大一點 一隻小一點 大那隻真的大得很誇張 這一餐作為午餐來說 我覺得是很高質素 而且全部的菜品 不是每間餐廳都吃到 不是每間都吃椰子雞 牛火鍋 那些菜品也一樣 這裡的菜都算是特色的 除了這個打冷烏頭 很多地方都有 但我們就很喜歡吃那個醬 那個普齡豆醬 是整條魚的精髓 一定要蘸醬 但不要蘸太多 會鹹的 蘸太多 你要夾一塊大的魚肉 然後蘸一點點 就剛剛好 那個鹹香味 普齡豆醬 我們都覺得很好吃 這裡我們相信 它也是自己的品牌 普齡豆醬 可能都是一些特製的醬 好像也有一點點不同 平時吃飯 經常說想喝啤酒 但這一餐真的沒有 這一餐我們是叫了幾杯首饒飲品 讓你喝 覺得更棒 而且那個價錢 跟在深圳外購買 是一樣的 都是十多二十元一杯 它是很好喝 我很喜歡喝馬蹄生椰水 而朋友說 那個羊枝金露 原來裡面是沙冰 都是二十二元 可以試過的 我們都滿意這一餐 有時在餐廳吃 你會很想喝首饒飲品 就叫美團送過來 這裡就不用 這裡直接有得捱 而價錢一樣都是十五元十六元 這是想不到的 通常來吃中餐這個情調氣氛 都是喝茶 然後就像跟家人喝茶吃飯 這裡竟然有首饒飲品 而且是多款式 我們吃完之後 在商場逛街也逛了一陣子 也有一些賣衣服的地方 百多二百元 有些女裝 下地庫一點 那些商店比較便宜 大家可以逛逛街 也挺舒服 這裡的商店都偏向大間的 這裡的商店 最後拍完這裡的環境設施給你們看 看完如果想過來吃的話 可以看看大眾點評現在有什麼優惠 臨走之前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叫做K4加藍 拜拜